嗨!大家好我是Nancy 到了年底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整年來的空瓶賞 然後我上一次做空瓶賞的時候是今年3月 所以基本上就是從3月以後所有的空瓶都在這 其實我現在帶來的不是全部 因為有一些是同樣一瓶 我已經回購很多很多次 我就只保留一瓶 因為不然的話就是螢幕會塞不下去 一一跟大家講說 哪一個是我覺得就是最值得回購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吧 公平賞的第一個步驟 我決定先從彩妝開始 因為其實彩妝呢 說真的要用到光 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彩妝的部分 我手上只有三個停下 我覺得大家可能都猜到了 第一個呢 就是植村秀的眼線膠筆 我這邊手上就有六支 所以我從三月到現在就是用了六支 用光光 平均下來大概就是一個半月就會用一支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是我用過所有的眼線膠筆中 我覺得不暈染 然後好畫 然後非常的持久 所以它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一些人會說用了之後 會覺得它會暈染 但我自己用一支真的覺得不暈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我絕對絕對會再繼續回購的一個商品 然後再來呢 唇膏的部分呢 基本上會被我用到見底的呢 就是Dior的這一支潤唇膏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已經 見底到就是 轉都轉不出來 現在市面上各個品牌也都推出各個不同的潤色護唇膏 但是Dior的這一支呢 就是我自己真的持續的一直用 然後也會持續再繼續回購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潤色效果是 呃...剛剛好的那個自然的程度 就是它給你一定的好氣色 滋潤度又夠 然後又不會太紅 第三個彩妝品呢 就是Mabelin的這一支 呃...睫毛膏 這支睫毛膏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第一支用完其實他們寄給我的公關品 然後因為我一直以來都非常非常喜歡 Mabelin的睫毛膏 但我只用他們的防水系列 因為他們的防水系列呢 是真的會讓你的睫毛就是 很捲翹 然後很防水 因為我睫毛本身是很容易垂的人 所以我最要求就是 睫毛膏最基本的就是 就是不能讓它垂 Mabelin的防水款就是不會垂 所以我大力推薦 應該自己回購了四五支吧 接下來呢我們先進入 呃...比較快速的就是 呃...香噴蠟燭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習慣 就是幾乎每天家裡都會燒香噴蠟燭 那我這一次燒完的有兩個 都是Joan Malone的 然後一個就是 呃...英國梨跟小蒼藍 另外這個是青檸花香噴蠟燭 然後呢...呃...基本上小蒼藍這一瓶 應該是大家都蠻熟悉它的味道 我就不贅述了 但是這個青檸花它已經停產了 我有點傷心 因為我非常非常愛這個蠟燭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我去櫃上找不到 我就直接問公關 公關跟我說它停產 我真的是心碎 如果在別的店還可以買得到 請告訴我 這個味道就是 就是很舒服的一個花香調 就想如果有蠟燭 反正我就是會一直回購 接下來呢...我們就快速的進入保養的部分 我的膚質是屬於幹性膚質 然後呢...我保養最注重的是抗老跟保濕 那保養的部分我們就先從清潔開始好了 那我自己習慣呢...都是用 呃...膏狀或是油狀的卸妝產品 那植村秀的卸妝油也是 每一年都在愛用品出現 空瓶都一定有它 所以...我多愛它就不用仔細介紹了 但是這次也是用掉了兩瓶 卸妝的部分呢... 這個呢...就是EFLONE的這個卸妝霜 搭配它的那一塊馬鈴布 就是它會讓你的皮膚就是... 卸完之後同時有去角質的感覺 但是它...它是很溫和的 卸完之後的那個乾淨的感覺 也是前所未有 我也是絕對會再一直一直回購 另外一個就是Dior Prestige 它們今年推出的一個洗卸的系列 我個人極愛 就是極愛Prestige這個系列的味道 在卸妝的過程清潔過程都一直給我那個味道 然後它的質地也是我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霜狀的 然後...它也是就是容妝效果很好 然後我都是全臉直接用 我都沒有在分...就是眼唇分開 就是...我都是直接就是卸全臉 它也都卸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這個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單價比其他商品 稍微高一點點 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這個也是我還會再回購 這支點的部分有兩支 這支其實是已經換包裝了 是蘭蔻的Energy The Bee的系列 就它這個綠色系列 它這個...這個系列的味道我也很喜歡 但它味道是屬於比較草粉香味的 就是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起泡力很好 然後...清潔力也不錯 用不到光 可是...它還沒有到那種... 一定要回購的程度 就是我覺得以洗臉來說 我覺得有蠻多的選擇都還不錯 那...但這瓶就我覺得也蠻好的 然後Dior的這個一樣 是Prestige的系列 就是...它這瓶它是比較屬於乳狀 它一樣很溫和 然後起泡力也很好 洗完也不會色 最吸引我的其實是它的味道 是一個好用的商品 但我覺得它不一定是要一直回購 就是我太愛這個系列的味道 所以我可能會寧願把錢 比如說它精華液或是什麼之類的 精華液部分呢 你看...我跟大家推薦過很多次的 蘭蔻小黑安瓶 我是真實的很愛用它 然後...我三月的時候公平賞已經有它 然後我之後又用掉了三瓶 小黑安瓶我覺得它對於敏弱肌膚來說 它的修復跟穩定的程度跟效果是更好的 所以你看我這三瓶用完都是小黑安瓶 那...因為小黑安瓶也的確就是你開罐之後 兩個月內要用完 它才不會喪失它的活性 所以我就是只要一開我都會很認真的用 那我是真的就是...嗯...會持續的回購它 這也是新加入我的空瓶賞跟愛用賞的一個 就是這一瓶是資深堂的紅顏接活路 也是它們一開始是先寄公關品給我 然後我用了之後就覺得很喜歡 它給我的感覺其實是有一點點像蘭蔻的小黑瓶 就是它們的訴求跟使用的步驟是差不多的 就這兩瓶都是我會持續去回購的 它就是一個不知不覺你知道淺移默化的那一種 就是我那一陣子就覺得天啊 最近這一個月就是皮膚都很穩定都很好 然後生理期也沒有亂長的東西 肌膚是真的會變得比較穩定 所以也是我會再回購的一瓶 再來呢這一瓶是我一次的這一瓶 就是89 Mineral 就是它就是主要就是強調它的成分非常的單純 裡面不超過20個成分 然後主要就是強調它本身裡面的礦物成分比例很高 我覺得它的質地保濕力等等的我覺得都非常好 比較屬於默默存在的那一種 就是它可能我不會一直想到要用它 但是唯一會用它的時候就是 肌膚真的是處於非常非常脆弱的時候 可能就是臉上有傷口 或者是肌膚極度敏感的時候 我才會想要用它 我不一定會再回購它 但是如果你本身肌膚是屬於敏感的人 我覺得就可以試試看 這瓶是Claris的保濕精華 它其實是油水混合的一瓶精華液 但是它的油的比例不高 它只是說讓你滲透力更提升 然後保濕效果也很好 就是就算你是油性肌膚用它 你都不會覺得它太過負擔 這瓶我非常非常的推薦 然後也是我會再繼續回購的 再來呢這一瓶是舒蜜的精華油 其實說真的我很少用韓系的保養品 我自己個人比較偏愛日系 或是歐系品牌的保養品 那韓系的保養品呢接觸的沒有這麼多 所以我會去讓我真的嘗試 然後喜歡到用完了 真的就是少之又少 它雖然整瓶是油 但是它的油是非常非常輕的油 油性肌膚如果是在秋冬用 我覺得都是OK的 因為它的油是很輕 然後吸收力很好 滲透力我覺得也很好 我會不會再回購它 我覺得可能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我手邊有很多其他美容油的品牌 我覺得效果也非常好 可以就是自己去試用看看品牌看看 再來呢這一瓶呢是 POLA的BA化妝水 然後這個呢也是我今年度才接觸到的品牌 然後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是它很貴 這一瓶我記得好像是4000多 很厲害的是它滋潤度很夠 但是它不會讓你的表皮有那種任何黏膩的感覺 它滲透力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會讓你的皮膚感覺是很嫩的 它雖然就是高單價 但是我覺得它是值這個價錢的 所以說它也是一個 我覺得我會再回購的一個商品 再來呢我今年用掉兩瓶眼霜 眼霜的選擇上我都會選擇比較滋潤一點的 針對細紋可以有比較好的改善效果的 然後這一瓶呢就是我真的用到光 因為真的一瓶眼霜要用到完 真的是要用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它讓我用光了 我是覺得它真的覺得很不錯 但是它的確單價也稍微高一點點 我覺得市面上有蠻多眼霜可以選擇 大概跟它同價位的選擇也蠻多的 所以我不一定會回購它 但是我覺得它是非常好用的 再來就是歐舒丹的蠟橘系列的眼霜 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但是歐舒丹的這個系列 它其實最吸引我的也是它的味道 因為它的味道就是那種 你好像在普羅旺斯的那個蠟橘草原上奔跑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非常療癒 很像在做SPA的那種感覺 它的質地其實是有一點點像 泡膚裡面的奶油的那種質地 就是它是很柔順的 然後延展力非常好 我不一定會回購的原因 是因為同樣的價位其實也有蠻多品牌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然後臉部保養最後一個呢 又回到我最愛的Cristine 有一點點Bias 就是因為我太愛它的味道 所以我就是一直很喜歡它的這個 全系列的每一個商品 它的Cream也是質地我很喜歡的 因為它的Cream是滋潤度夠 就算在冬天就算我出國 就是去韓代國家的時候用 它的滋潤度都是夠的 而且它是真的不會黏膩 你用完你臉是覺得是很嫩很嫩 這個系列也是我會持續一直購買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身體保養部分 我是每一天一定要全身擦身體乳 有的時候早晚都會擦 本身有異味性皮膚炎 所以我身體的保濕對我來說非常非常的重要 先就先從那種沒有添加任何香料 然後肌膚我在過敏的狀態下會用的 那有兩瓶 一瓶就是Amino 然後一瓶就是Centafil 那這兩瓶基本上都是開價藥妝都買得到 然後我就是直接去Costco 然後一次就買那種兩大瓶還是三大瓶的包裝 Amino呢它其實它就是美國的品牌 所以它可能就是也是適應當地的氣候很乾 所以它的東西真的滋潤度很高 如果你今天不是乾性肌膚的人 你用它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點負擔 但是呢我覺得它的那個滋潤效果是 我覺得很滿意的 沒有任何香精 但它也不會臭 它就是沒味道 那它有一個綠色系列跟藍色系列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綠色的這個系列 因為我覺得藍色那個系列 它有一點點又太過滋潤了 就是它可能要我這麼乾 但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用藍色那一瓶 但是一般在台灣乾性肌膚 我覺得綠色就夠用了 然後這個也是我會一直回購 再來呢就是Centafil Centafil呢它也是 它是一個就是 也是皮膚科醫生推薦的一個品牌 然後我之前去看皮膚科 他也是推薦我用它們的身體乳醬 那它其實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沒有添加香料 就是很溫和的一個配方 Tristan在家裡 我也是讓他用這個 我就是去Costco 然後一直就是買 它一個package好像是兩瓶 然後有時候會直接一次買四瓶 絕對也是我會一直一直回購的 這瓶其實是Dr. Wu 他們之前跟聶永禎的限量包裝 原本是臉部的乳液 我把它拿來擦身體 原因是因為它這一瓶有200ml 就是很巨大 臉部保養品太多了 就是選擇把它拿來擦身體 它這個系列就是很單純的 玻尿酸的保濕效果 所以它用來擦身體 我覺得它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 這其實也是我會再回購的 但是這個200ml的大包裝 好像是限定包裝 不是常態性的 這一瓶呢是Bio Oil 然後百落的這一瓶身體油 也是我很愛很愛用 就是我秋冬皮膚真的很乾的時候 我就會全身擦這個 然後我之前懷孕的時候我也是全身擦這個 就是它就是一個沒有味道 然後裡面有比較高濃度的維生素的成分 然後一個很基礎的一個保養 修護成分的身體油 也是我會持續回購 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有香味的身體乳們 首先呢我們就先從歐書丹開始 歐書丹的身體乳還有他們的沐浴乳 其實你看我用掉好幾瓶 就是我就是真的很喜歡 不同系列香味我都很愛 我自己通常最喜歡就是他們的玫瑰系列 還有這個馬甸草系列 然後馬甸草系列我就是會在夏天的時候用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是很清爽的 用的常態性的來說 我就是蠻喜歡他們的玫瑰系列 如果要用這個的話 我就是洗澡的時候就會用玫瑰 然後再搭配玫瑰的身體乳 然後晚上在家裡就是在被窩中就覺得哇 就是自己很美 他們的身體系列也是我覺得非常非常值得買的 然後呢再來呢 是今年我才接觸到的就是Sebon 那我知道Sebon的身體系列也是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系列的味道我真的超愛 因為它就是那個死海的那個玉岩的系列 然後它的味道是屬於很療癒 然後很像SPA的那種感覺 它雖然是這種按壓瓶的 它的質地其實比較偏向霜狀 就是比較像是會放在這種瓶子裡面的那種身體霜 可是它把它放在這種壓瓶 然後我覺得它的滋潤效果 它的味道我都非常滿意 但是我不滿意它的包裝 因為它這個包裝就是 你用到可能剩下五分之一的時候 你就會擠不出來 因為你的那個管子會吸不到下面的東西 所以我到後來就是要硬這樣弄 然後用手去挖 因為它包裝的關係 我可能不會回購它 這個是Rebeto的身體乳 然後呢這個其實是跟著香水一起的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那一種 如果我買這一瓶香水 它有出同系列的沐浴乳跟身體乳 我就一起買的那一種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就是那個香味是可以堆疊的 就是我如果洗澡的時候用這個香味 然後沐浴乳也用這個香味 然後再噴上這個香水 它的味道就會非常的有層次感 所以這個我也滿推薦的 但是就是如果你有這個香水 你再買就好 再來這個呢 是布朗博士的身體乳 然後這個我是用掉很多瓶 它其實是一個算是滿平價的品牌 然後它在台灣是Costco可以買 然後網路上也可以買 它的質地是像是乳液 但是呢它給我的感覺像是優格的質地 就是你知道我們吃的那種優格 有一點水 可是又有一點果凍感 延展力非常好 然後味道我也很喜歡 它保濕效果也很好 這個就是也是我會大力推薦 然後會持續回購的 再來呢這兩瓶呢都是 Orabe系列 然後這個品牌其實 在台灣只有一個很小的一個專櫃 這個系列是它的味道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但是它的單價是稍微偏高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地我很愛 味道我也很愛 只是礙於它的價位真的有一點點高 所以我可能不會回購它 去不保養我有用完的就是這一瓶 Clarance的胸精華 其實懷孕的時候就開始用 然後我後來生完想的時候 有一陣子就懶得用 然後後來又開始用 聽你的感覺那個上胸又稍微回來一點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功勞 那我覺得如果有中部緊緻需求的人 是可以參考看看 再來呢就是沐浴乳的部分 然後呢我沐浴乳 其實我沒有特別對某一個品牌有忠誠度 我就是味道好聞 我就會用用看 手邊用完的兩瓶都是多分的 我覺得多分的就是它的滋潤度都是比較好的 如果沒有別的選擇 我還是會回購這個品牌 最後我們就回到洗髮精的部分 也是純鏈精油洗髮精 這品牌其實是因為之前它找我合作 然後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用 然後味道我非常的喜歡 它總共有四個系列 然後我全部用光光 自己最愛的其實是這一瓶迷迭香的控油系列 因為我那時候夏天用 第一我覺得它的味道很清爽很療癒 然後第二它的控油效果是 真的會讓我在夏天的時候 也覺得頭髮是比較蓬鬆的 我覺得是蠻推薦的一瓶開架洗髮精力 大力的推薦 如果是細軟髮 我大力推薦 還有一件 Shiseido的這個 Aeri Flow的系列 用完你的頭髮就是真的很膨會很亮 再來呢是 Aveda的這個 Infected系列 然後這個系列它其實是 增加頭髮的強韌度 然後讓你的頭髮就是 比較不容易落髮 所以看起來頭髮會比較豐盈 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很明確的 達到頭髮強韌的效果 但是就它的使用起來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對我的頭髮來說有點太澀 所以它應該是我不會再回購 再來呢是這一瓶是L'Oreal的那個髮膜 那因為它這一瓶強調的就是 提高你的頭髮的光澤感 基本上像這種開架的髮膜 我都是把它就是直接當潤髮乳使用 它的潤折效果是非常好 然後頭髮也的確會覺得 變得很滑很亮 也是我會再持續回購的一個商品 好 全部講完 然後我也是口乾舌燥 等會被我用完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水準之上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我才會把它用完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給我一個讚 然後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週一跟週四 晚上六點都會更新新的影片 然後記得要把小鈴鐺打開喔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